下面我们来看第一题 以知函数Y等于YX 在任意点上有这个式的成立 注意这是ΔY 函数改变量 这个ΔX 那么并且当ΔX去向0的时候 α是ΔX的高阶物种效 实际上拿到这个题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个A乘ΔX 再加这个ΔX的高阶物种效 所以这个除了ΔX以外 剩下这个是不随ΔX变的 那么大家知道 这就是维峰的定义 这个时候这个A不是变的 就是谁啊 DYDX 也就是说 由这个式子来 我们立马可以得到 DYDX 就等于ΔX前面的系数 Y除以加X方 那这个时候我们立马看到 这就是一个维峰方程 并且是可分离变量的维峰方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首先可以解除YX 解除YX 你问Y1 我们把Y直接带进去就行了 为此呢 把Y除下来 DX搬过来 所以就两边积分 所以就两边积分 左边Y分之一积分 Long in Y 后面呢 Arc 这个呢 Y0等于π 就是X等于0带进去 这个等于Y等于π 所以左边是Long in π Arc 这个团结的0是0 所以C就应该等于谁 就应该等于Long in π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ong in Y 它就等于谁 就等于这个 这个把C就可以定出来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这个我们要算谁 要算Y1 那么就是在这个式子里边 实际上是把谁 这个X等于1带进去 X等于1带进去以后 大家看首先是Long in Y 等于Arc 它等于1 加Long in π Arc 它等于1是四分之π 所以我们就得到Long in Y 等于它 那Y就等于谁 E的这么多次方 E的这么多次方 那这个就是E的四分之π 乘上E的Long in π 所以就等于π 乘上E的四分之π 那这个题呢 实际上是个综合题 首先列这个方程 就是考到了谁啊 微分的定义 当然不用微分定义做 这个题也能做 那怎么办 把Δx出过来 你不是就得到谁啊 你不是就得到谁 Δy 比上Δx 等于谁 等于1加X方分之1 然后呢 两边不是出了一个Δ 就加上一个Δ除Δx 令Δx趋下0 左边就是导数 右边呢 那就等于谁 这个是Δx高级无声音效 所以这个趋下0 那就等于1加X平方分之1 照样得到这个式子 这是用谁 导数定义 这是用微分的定义 好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一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方程Y1撇加2Y1撇加Y 等于3倍XE-X 特解形式 这是一个二阶线性 长系数非其次 那么这个非其次特解 是要根据非其次项 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个α 是不是特征根来确定 所以我们先得写特征方程 那么它的特征方程 就是R方加2R加1等于0 那这个呢 很容易看出这个特征根是-1 那这个方是二重根 那么这个非其次特解怎么设呢 你看注意 这儿呢 有E-X 所以我们设的这个形式里面 应该有E-X 这3X是个具体的一次多项式 我们这应该设成一般的一次 AX加B 然后完了以后 要不要乘XK次方 主要是看 这个EαX α现在等于谁 -1 是不是特征方程根 我们说不但是 而且还是二重 所以前面得乘谁啊 X平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 谁是对的呢 这个D是对的 所以这个主要是考察 线性长系数 非其次方程 如何正确射出非其次的带电特解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道题 具有Y1等于E-X Y2等于2XE-X Y3等于3EX的三阶长系数 其次维员方程式 知道这个其次方程三个特解 就方程 那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知道三个特解 我们就能知道特征根 知道特征根 就能知道特征方程 从而就能知道微方方程 那么大家看 这个E-X 是一个解 所以 -1 应该是一个根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解 那这也是E-X 前面有X 这说明这是个二重根 然后呢 这有个三E-X 所以E是根 所以三个根 -1是二重 1是应该是个单根 那么知道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特征方程 因为-1是二重根 所以 这就是R加1平方 1是一个单根 R解1 这个乘开以后就得到它 这是特征方程 特征方程跟微幅方程是完全对应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看 是不是就是应该B 你看 这是Y的三匹 Y两匹 所以这是R的一方 R平方 -Y一匹 -Y等于0 所以立马就知道B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道题 方程 这Y两匹 -4Y匹 加8Y 等于右端 特征可以设成 这是个线线长系数 非其次 然后要设它的特征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牵扯到其次的特征根 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其次的特征根 那其次的特征方程是 R方解4R加上8等于0 这个时候呢 特征根就像是2加减I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东西看 非其次特征如何设 但是注意这个设的时候 还要看上两个 看E2X 然后加上一个是 E2X乘上cos2X 注意 这就数以多项式乘指数 那么这个应该设成谁呢 这应该首先有E2X 然后这个前面呢 是个乘数1 我们这应该是一般的A 然后完了以后呢 要不要乘SK次方 那看R是不特征根 2不是 2加减2S 所以对应它就算好了 该算它了 它的话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注意这是E2X 所以我们这应该有E2X 然后注意 它里边呢 是cos2X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它的系数是个乘数1 那么这应该是B cos2X 然后再加上C sin2X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还要看前面要不要乘 XK次方 是要看α加Iβ 我们这呢 α是等于谁 2 β也等于2 所以这个α加Iβ 是根 变成是个单根 既然是单根 前面就得乘一个X 所以 非其次项 它带定特解 它具有叠加性 就等于这两个相加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看一下 这个哪个是对的呢 应该是这个 大家看 这是A乘E的2X 然后这呢 是XE2X 那边是Bcos2X加C 3E2X 所以正确的选项 C选项 那么这个呢 也是考察的 如何正确设出 线性长系数 非其次方式上的带定特解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 这个第四道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第五题 它说 它买足下面哪个方程 那么注意 下面都是二阶线性 长系数 非其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注意 因为 这个应该是 其次的通解 所以 其次有两个特征根 一个呢 就是1 一个是8 所以 其次的特征方程 应该是R-1 乘上R加2 等于0 也就是R方加R-2 等于0 那么这样的话 方程的左边 那一定是谁 Y2 加Y1 减2 外 那么所以呢 你看这两个肯定错了 那么下面两个谁对呢 左边 大家都是这个 那这个时候 你把它带进去 因为这个左边 两个是一样的 带进去一算以后 后来发现 这个是对的 那么所以 这个题应该选第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五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题 它说 以它为通解的文方程 是下面哪一个 下面呢 都是线线长系数其次 所以 既然这个是通解 那我们要找方程 我们首先找特征根 知道特征根 就知道特征方程 从而就知道微分方程 那么你看 这个EX 我们就知道 有特征根正义 这呢 是cos in 2x sin in 2x 我们就知道 它有意对 共俄符根 正负谁啊 2i 1是一个石根 正方2i是一对共俄符根 所以呢 它的特征方程 就可以写出 r-1 r平方加4 然后把这个一乘开 我们得到是 r立方-r平方 加4r-4 既然特征方程知道了 那微分方程 当然跟这是完全对应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看 y3-2 然后呢 加上4万 减去4 所以立马就知道 d是正确的选择 这是我们要看的 第六题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七题 它说 维方方程 它的特解形式 可以设为 那么 这个要根据 废级箱来设 但是还跟 其次的特征根 有关系 那这个对于其次方程的 特征方程 是r方-nambda 方等于0 nambda大于0 所以它的特征根 就是正负nambda 那么大家注意 对这个e nambdax 那么代定特解设成谁 就是e nambda 这个前面是1 所以前面应该是a 然后呢 nambda是个单根 所以这个前面有x 那么对于这一项呢 这是一个e 负nambdax 那我们应该是e 负nambdax 前面应该有常鲁币 但负nambda呢 也是个单根 所以前面应该有x 根据叠加原理 这两个项家 x可以提出来 所以立马就知道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七题 我们要看的